在大台北地區可能都會有短延時的強降雨 代表非常短短的時間下的雨非常的猛烈 預估這段時間它下雨的時間比較長 甚至它下雨的範圍也比較廣 下雨的強度也是比較強 整個前示圖都還應該到台灣的南部地區 這也代表其實在未來颱風的中心 可能就是落在這些區域 我們也有提到一點就是 24小時到36小時這一點的時間點的時候 它的強度也有可能會減弱為耐帶性提起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 以目前的資料來看的話 它可能還是不排除 還是一個颱風的強度 然後非常接近我們南部的陸地